其實我們喜歡報告,中國並沒有很實在地告訴一般的老百姓 那麼經過這個訴訟進行,也可以發現到很多的比較密密的事情 這個情況出來,也就是說台灣從1945年的10月25號以後的情況 跟過去大家所說的台灣的光顧 然後這邊的人民的國籍全部更改 這些事情呢,在國際上被討論好 請問問問,今天有什麼報告的情況,會在國際上? 嗯,在國際上沒有人討論這個東西 那我已經離開國內已經相當的一段時間 所以沒有聽說這些事情 再選擇,再選擇 這件事的事情看法 誰? 我第一次聽到,第一次聽到 那就你剛剛所說的事情,您自己對這個討論,您有什麼看法 那我自己看了很多新的資料 才發現到,一段相當的時間呢,政府沒有很實在地把情況講出來 不許政府也不一定能夠看到 因為這一次的訴訟 原告所看到的美國機密的資料 因為是原告才能看到的 它總共有80幾種的資料 那已經看到的最少50幾種五六十種 那這個案子的這個美國的律師呢 我們已經都詳細地討論過 那麼這一些我們在下個月 會在田上很清楚地提出來 那其實這幾種訴求 那訴求就是 剛才我已經提到 所謂的台灣的光顧這件事情 還有很快的 把當時台灣地區有六百五十萬錢 人民的國籍做 沒有任何這個諮詢 沒有任何按照國籍的方式 然後改為中華民國的國籍這件事情 國內外的一些這個學者 尤其是國外的學者 國外的包括國會的議員 都在問這些事情 他們也有地方的議員 也在問這些事情 一直到今天早上 日本還有一些 中央跟地方的議員 還在問這些事情 你有沒有看到釣魚台的事情 釣魚台的事情 就整個台灣的 國際地位的事情來做 有比較的話 還是比較需要的問題 郭忠祐你這次會拿出資料出來 這一次回過過來 那些資料要等到下個月 正式在美國 聯邦高院的 在華盛頓的訴訟裡頭 提出來 會有順台灣的利益 這樣呢 有訴訟 訴訟人員 有順台灣的利益 順啊 不會有順的 就把真實把它講出來吧 對 把它 計畫出來 美國都拖管 您教委說 我們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服務官 那應該是改成什麼 會比較 不會您再訴訟 現在是所謂方圓的處子 到底事實是什麼 我們要去明白的了解 而不是說 大家 現在兩千三百位的人呢 生活在這個地方 而到底我們是 生活在一個怎麼樣的 國際地位的台灣 搞不清楚 這是不當好 那我也是覺得 還是把事情弄得清楚 然後 做必要的改變 因為國際上 這麼多人一直在談 我們自己都還不知道 還有很多人的 這個講的方向根本 跟現在的訴訟的內涵 不大一樣 那是不是 院長好像在美國講過說 台灣目前還 應該是屬於美國 托管的狀態 是不是 那 這一些 我是不是 一定要在 高院下個月 正式 開庭的時候 我們會 裡面有什麼討論 問一下 這個是您在台灣政壇 在台灣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這樣的狀況 還是說到了美國 才發現 這樣一個新的狀況 我們出去之前 有一些資料已經看到了 已經看到了 那當然那邊也有 很多很多的討論 非常地激烈 對國內最近 七八個月來 整個內閣的情況 或者是 非常的 驅傲 而沒有 跟人民的心聲 是完全一致的 大家都在問 都在關心 而且那種關心的程度 是非常激烈的 市長 從這個論點 你看到這個論點 跟第三勢力的出現 有什麼 第三勢力 我現在 不是很清楚 第三勢力是怎麼樣的結合 只是聽說 這些聽說 我還不能講得太清楚 院長 你也是立友會 一個會長 那 針對於這個第三勢力 剛講的第三勢力 也是 李東玉先生可能 也可能要跟 施敏德先生 扯入主第三勢力 這點事情 你完全不知情嗎 因為 李友會 基本上是一個 社會的團體 它不是一個 政治團體 所以第三勢力 除非它是一個 社會的團體 否則跟我們 沒有很直接 但是我們 一定會關心 而我們關心的是 因為 聽聞有這一些 而實際上的情況 到底是怎麼樣 那 今天回來 詳細跟各方面的 朋友 討論 大概我晚上睡不了覺了 因為 一定要仔細的去了解 這些狀況 那你了解這種 會不會成為第三勢力的 一個論述 現在也不知道第三勢力 到底是誰 當然以前也有聽說 但是 聽說的跟實際的 我希望能夠 非常非常的 match 但是 我要說實在的話 外國對我們國內的 這個 傳播媒體 或者是 新聞報導 或者TV的一些 整個方向 很關心 很關心 非常關心 就是延遲辯論 正面的要 把這些事情 在華盆上來 把所有的文件 資料 跟過去政府 或者是學者 都沒有看到的東西 意義的呈現 因為 只有原告才能夠 那這會不會跟以前 那被告是他們的 會不會跟以前民進黨的 論述也有抵出 民進黨所說的這些 跟我們現在所發現到的 這個資料 並沒有 百分之百的 完全遺址 對 對 對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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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大了解了他們那邊的行政性、服務院等等他們的回答的大調 所以我覺得這個訴訟可以取消到這關的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